你就是说跟别人老公的坏女人 你给我儿子到底有没有关系 有 绝望中 暴富的怒哭在心中一点点燃起 可是 我想背这么一个虚拟 纠结征兆后 踏上复仇路 却在破落了情感地 难平溃之之心 虎宝浪部剧即将为你播出 婚事下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我是王小蕾 欢迎您收看普法栏目剧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昨天我们那个故事的夏季 昨天我们说到了 年轻漂亮的赵琴 跟自己的丈夫回乡主办婚礼 丈夫叫周军 丈夫的舅舅石桂山 因为知道赵琴 曾经有过一段不光彩的感情经历 所以拒绝做主婚 而且当众口头羞辱赵琴 让这小两口很尴尬 好在两个人结婚 而且赵琴还心怀有欲了 可是更大的不幸袭来 周军在城里意外身亡 舅舅的儿子石墙知道赵琴怀孕了 把赵琴带回了村子里 住在婆婆家 石桂山一直对赵琴心里边 有些个偏见 所以处处刁难赵琴 还代为保管周军 这二十万元的赵琴金 结果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石墙对赵琴的维护和照顾 让自己的老婆 田芬处意大发 田芬找自己的哥哥 俩人一块 殴打赵琴 就导致了赵琴流程 赵琴经历过种种这些之后 心里就非常非常愤怒 一个可怕的报复计划 就这样在赵琴的心里就慢慢的萌发了 妈 回来了 小琪呢 回来 你伤都好了 好得差不多了 好了就好了 好了就好了 小琴呢 你 你接下来 有没有什么打算呢 打算 什么打算 你看 你还这么年轻 这接下来的日子 总得过吧 你就没 没打算 妈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你去说吧 小琴呢 你看 你肚子里 周军的孩子 也没了 你跟咱家呀 也没啥瓜子了 你还这么年轻 这 总不能 一棵树上吊死了 您就是要跟我走啊 我大哥说了 周军那副血金啊 给你了两万 你看 你嫁到咱家 也没多久 就 多这两万块钱 结算 被我亏了吧 你来改的了过去 能 那我问你 狗 改的了吃是吗 你 像他一种借货 还不一定肚子里面 还是谁的 打 打 小琴呢 你 你咋了 你 你说话呀 我现在啊 只想求你一件事 行 你说吧 但我没找到住处之前 必须先住你这 如果你同意 这两万 我也不要了 那 行 可你 不要住太久 喂 爸 刚到 今天晚上我留在专场 我项目队了 不回去了 你们先睡吧 好 爸 石枪今天晚上回不回来呀 他对账了 儿子 把车饭菜给爸送去啊 都这么晚呢 就是这么晚才让你去 顺便啊 你去看看你爸在这儿装厂 嗯 去 快 啊 把我妈给他谈啊 慢点啊 小心点 路上别玩啊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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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还买点呢 你买了一些酒喝菜呀 这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 周庆祖的这一步 真的要让人去心里忘了 就只有你 我也不知道 怎么会改进你 所以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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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你别这样 我帮 我帮 我帮你是应该的 你别这么说啊 怎么样 可以吧 来 橙子 来吃吃啊 来 来 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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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子 我敬你 来 干了 来 强子 我再给你一杯 干了 强子 你媳妇 一直都觉得我们有什么 不理他 可是 我不想背着梅的须名 你会喜欢我吗 你吗 你经常让我想求我哥 小倩 你怎么了 我不是我喜欢你 其实 其实你一定会想你 真傻 你会想起来 你会想起来 让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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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回来了 他饭菜都吃了吗 都吃完了 你这小子 在做点事 发生脾气 真是的 小琴啊 你昨晚上去哪儿了 我怎么没看见你呢 你不是说 我给你们家已经没有瓜葛了吗 还要管我干什么 你老含腿又饭了 天太冷 等着 跟我吧 我下地去 你为什么砸我 你是树杂机 谁叫你说的 你就是树杂机 你知不知道 树杂机是什么意思啊 树杂机就是 勾引别人老公的怀侣人 小强 不许你这么说话啊 跟你说 你是真接人家的孩子 说话得有规矩知道吗 就是树杂机 我看见的 你看见什么了 就是爸爸回来那天晚餐 我看见 然后把爸爸抱在一起 是不是真的 你说啊 我再问你一次 你给我儿子到底有没有关系 有 走 树杂机 树杂机 酸打机 你让 你让我死办了 你怎么就那口蓝鸡探电话 你赶紧上去救救你行不行 你别过来 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 田芳 田芳你别这 我在老实际上做牛举好吗 谢谢你 还给你们谢了一个儿子 师姐 你就这样对我的 找死他现在 我当初就一个打死他 现在发达一个生命 这倒有抱负归山呢 你说什么 田芳 小琴灵刺挨打是你干的事吗 是 是我要怎么样 姐 亲人就是一个二来命 全部跟我一人家男人 我打 是今天行道 田芳 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人是嘴巴上过来 我没想到你心比你嘴巴还要狠 他怀的是表哥的孩子你知不知道 我就是后悔没把他打死 小王 你到哪儿去 爸 你们一直说小琴是坏女人 说她在害人 我没见她害谁 反而是你们 你们一直在害她 不知好歹 就当我不知好歹 学校 学校 我今天敢走出这个门 我就跟你端俊夫的关系 我来厉害 我来听到他 我来听到他是以后 男人 我来听到他 他 你 他的 我来听到他 我 我来看了 他 得知殴打小秦 支持他流产的人 竟然是田村后 同心其手的十强决定 结束和田村的婚姻 跟小秦开始新的生活 来啦 你 你在干什么呀 你确定 确定 走 妈 走 妈 妈 出去 我高小秦 你做女 我都已经勾迷骨子了呀 我终于丧父 好来丧父 现在连位移的孙子都没有了 你到底还要做什么呀 姑妈 她可是你的亲嫂嫂啊 你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姑妈 姑妈 姑妈我对不起你 姑妈 你快走 走 姑妈 姑妈 小秦 小秦 你真的要跟他走 你不要我来 小秦 我走了 以后有什么事 告诉我就行了 不管你怎么想 我都会去周金 照顾你一辈子 小秦 小秦 我接受听门自己的 ŁG 个手 你不够 你不够这样 那向他 小秦 我 uchar他 小秦 你不够这样 不够这样 你不够 ringing 你不能这样 你不够这样 拜扑我 强子 对不起啊 让你跟我一样 成了孤狐野鬼 孤狐野鬼更好 没人管 自愿 你不后悔 那我们走吧 小剑 不然去个地方 这是以前 装药鼠叶的人住的地方 后来装药汤了 就没人住了 来 小剑 对不起啊 只能让你住这种地方了 别这么说 有个没人打扰的地方 我已经很知足了 好 你就不怕 没办法回头了吗 反正都走了这步了 也帮不了好人了 对不起 你 站住 你带戏又干啥去 有人看见石翔跟那戒女人 在专业破屋里 我要去烧了那些破屋 你不能去 为什么呀 要是我不去的话 我就去不了这个气 你是把气出了 可你违法了知道吗 你怎么不希望小乔没有自己的妈了 天分 你知道吗 你过去就是不懂一个字 人 什么你都要真身号角 到出来全局你还是输 男人就像沙一样 手上捏得越紧 他跑得越快 你要是还像以前一样 由他自己的性子乱来 那实际上他是回不来的 那 那我该怎么办 总不是由着他们吧 我咽不下这口气 你要是想把石强抢回来 这口气你还得淹 让他造孽去 我看他们能有什么结果 你们不是没有离婚吗 我就不相信 他还能够缠住石强一辈子 不管怎么样 我们石家 只认你这个儿媳妇 和小强这个孙子 田队你在家该干啥就干啥 让他们等着去吧 害谁好几个谁 寄人篱下受尽屈辱的赵琴 最终如愿以偿 报复了石贵山跟田村 石强 贴妻弃子 跟赵琴走到了一块 他是不道德的 这石贵山一气之下 跟自己的儿子断绝了父子关系 当然这只是生气的一种说法 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 这父子关系是断绝不了的 不受法律支持的 田芬也很愤怒 提着这个汽油桶 打算高石强跟赵琴 住的那房子 要特别说一下 刑法114条 115条的规定 故意放火焚烧公司财务 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构成纵火罪 这个罪名成立 如果说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三到十年 这人重伤死亡 或者是公司财务 遭受重大损失的 黑派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到死刑 幸亏在关键时刻 池桂山阻止了 儿媳妇这个无法的行为 悲剧才没发生 现在池强是铁了心了 要跟媳妇离婚 而且打算说攒了钱以后 带着赵琴离开这村子 这一下 石家跟赵琴 暂时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平衡 大家互不干扰 或者看起来很平静的 陌生人的生活 其实他们这心里边是暗潮涌动 小千 再过两个月 咱们的钱就攒够了 就可以去城里收获了 你走了 小强怎么办 到时候再说吧 你看 实际上咱会看到他这种旅 爸爸 给我来一斤羊肉 一斤羊板 没了 那你这些是什么 这个呀 别人订了 老板 你这羊肉卖吗 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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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这点多少钱 是 我们吃喝喝吧 那去 给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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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人就够骚了 还要吃这么骚气的东西 我吃点 小强 小强 这些钱呢 过年的时候买点新衣裳 那回去让你的儿来吧 那我去让你的儿来吧 我回来了 来 赶紧 做吃羊肉汤糕 来 赶紧 来 赶紧 多吃点 你媳妇一直都觉得我们有什么 又想背着我一个虚 姐 你别这样 你不喜欢我吗 小心 赵琴 赵琴 过年的时候买点新衣裳 那我去让你的儿来吧 这一夜 赵琴辗转难免 石墙和儿子小藏的对方像真一样扎进他的心里 痛定思痛后 赵琴做出了一个决定 小妹 你最近见过那两个人没有 没有见过 从来没有 可是地里的活啊 总是有人做 什么意思啊 就是地里的重活 不知不觉的少了 而且我家门口 还时常放一些米和面什么的 你觉得小琴 你觉得是小琴 你觉得是小琴 指纹是小琴呢 他有这么好的心 大哥 你看我家门口啊 还经常放一些治老寒腿的药 只有小琴 他才知道我该用什么药啊 小琴 你来干什么 挑你 有何贵干 石大爷 我只想问问你 当初我和周军办酒那天 算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吧 我们从未见过面 算是无冤无仇吧 那你为什么对我说出那么难听的话 我怎么觉得我没说什么难听的话 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说我给我改不了屎屎 小琴 大哥 你们俩就别争了 好好说啊 贵婶 这儿没点事 你就是为这个事来问的是吧 那我可没什么好说的 话到了我的嘴边 你这么说了 你要把我打电 我让你收回 收回 咦 如果你愿意收回这句话 我就走得远远的 我就走得远远的 要把身枪给你还回来 小子 小子 小心 小心 那跟你爸 跟你爸吵起来了 快 快啊 缸回一句话 容易啊 可是 还是证明了那句话 你 收得回来吗 在你言言 做人就不能犯一点错吗 那得看是什么错 就算我做错了 那也是和周军之前 那你又错了 和周军之前 你做二人 是你的错吗 做了二来 你还嫁给周军 也是你的错 周军去审 算计赔偿金 还是你的错 算计了赔偿金 你还勾用我们家实情 这可是你错上家座 石大爷 你为什么 不不把我逼上绝路呢 因为 这礼 在我这边 你说的礼 只是你自以为是的礼 比率有多少苦衷 你根本都不知道 这是你这样的得礼不饶 能处处把我逼上绝路 所以我才故意 跟你识强的 就是要让你看看 得了礼又怎么样 得了礼 你就能保持家庭不破裂 儿子不反目吗 得了礼 你到底有情吗 小词 你刚才说什么 你故意故意我 你不是真心跟我好 是不是 天哪你没听见 你还问我做什么 你偷过来 别跑上门了 你打死你 你打死我 你打死我 快 你别打 别打一会儿 你还给我打一会儿 你别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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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打你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打死你 你偷偷看 我打死你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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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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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没有 孩子看见没有 没有啊 你哭什么呀 天哪快开了 这孩子能上哪儿去呢 赶紧走啊快去 小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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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怎么说你 小庆 我们就住这种地方 小庆 再过两个月 咱们的情就怎么够了 就可以去城里生活 你怎么说什么 你故事勾引我 你不是真心跟我好说什么 现在你都听见了 你要帮我做什么 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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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 我不用管 小庆 这里危险 你起来 放开我 起来呀你 小庆 不是 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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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姐姐 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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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面 什么 是 是以为了救我 拿我们来的心宝 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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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琪呢 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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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证 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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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 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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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